当日本爱打架的混混遇到了泰拳沙神 铁人罗塘会发生什么? 罗塘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肩不可碎的下巴勇往直前的打法 甚至在某一时期 它代表着泰拳的一个时代 今天的格斗故事我们来到了泰国 安保刘慧也的弟子朱莉来到了罗塘的拳馆 日本混混和泰拳冠军会发生怎样的激烈碰撞 说起朱莉啊 这家伙是安保刘慧也的弟子 也参加了多期的printing down 技术水平也是一年比一年更高 确实也打了一些硬招 甚至在最近一两年也打了一些小的职业比赛 也是赢少数多啊 基本上都能赢 和他的师傅安保刘慧也经常拍一些打架的视频 现在在日本的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欢迎来到硬汉减速带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格 先点关注再点赞 养成好习惯 一心三兄弟 其中还有一个中国人重铸威 一听就知道他们要去泰国了 重铸威和朱莉也是不打不相识 她连在printing down也是打过两架 到了泰国美食肯定是最重要的 田野是被拉得五名三道 吃完美食以后 他们就要干正式了 去拳馆里帮朱莉提升技术 田野说朱莉还不知道 这是罗唐的拳馆 他们决定等下要整骨朱莉 先让朱莉和别的拳手对练 等一下累得快不行的时候 再让罗唐上 好 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 来看一下泰国拳馆的这些实战视频 也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实战带的是超大的拳套 目测有16昂斯 刚开始是不发力的啊 慢慢先找动作 后面穿着白色教授服的 现在已经在等了 这个是要车轮占助力啊 先让朱莉找着感觉发发力 来者就是客 泰国人也是蛮讲礼貌的 好 第一回合打完 不然朱莉也是有微微的出汗 休息了一分钟 第二个穿着白色教授服的上了 这次是带着护腿 他样子要发力的 朱莉的体型确实小了一圈 两人开始慢慢的发力 比之前要重一点了 朱莉这个动作非常的冷 打上扫下 把对手给扫倒 我记得他当时跟从周围打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动作 对手现在也有点重视起来了 朱莉还是有一点水平的 好 第二回合打完 趁着朱莉休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罗塘已经到了 便宜把整股朱莉的计划 说给罗塘听 罗塘用这个眼神看着他 朱莉 朝心想 还是你们日本人会玩 于是罗塘爽快的答应了 这边朱莉还在休息 这边罗塘已经上场了 还有兄弟 我给你找的第三个平台 已经来了 你准备好 朱莉看了一会 感觉这个人好面熟 但是意识又想不起来 这个时候大佬已经一片空白了 算了算了还是不想了 还是打吧 突然间又想起来了 朱莉的拳腿打在罗塘身上 不得不发 罗塘可就不管什么了 直接上去干 朱莉的拳腿打在罗塘身上 就跟老咬羊似的 罗塘是笑着跳着舞 把朱莉给干了 机组近身的组合 就把朱莉给打退了 再来机爆肝 比方的损友还在给朱莉加油 朱莉这个时候已经是忍不住了 以前是马上就要倒了感觉 朱莉倒地以后还是惨遭补权 爬起来继续战斗 这个根本没有办法防啊 这个速度太快了 好 中立发火了 然后并没有用 再次被爆肝击倒 朱莉说这是一分钟 这是一分钟时间太长了 罗塘也不防守了 你这个打的我都没反应的嘛 朱莉也挑衅 结果下一秒 好 这一轮就结束了 大家看进入桥 你们也知道后面还有 大家不要走开 当然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差距有多大 罗塘根本就没有发力 一方面确实 朱莉在前面的训练之后 已经诱掉了很多的体能 朱莉说我想试一试 当我全部体能的时候 可以打成什么样 等一下再试一试 朱莉说罗塘的眼神 真的是很凶狠 也是震慑到我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 王者死亡注释吧 很明显朱莉不死心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朱莉和罗塘的阿凡战 好 这次依然戴的是大拳套 两人都戴上了护腿 这个就要用腿了 听着背景音 外面是下大雨了 满血的朱莉比之前更加灵活 但是无论如何 在职业选出罗塘面前 朱莉的这个花招啊 其实这是为什么用呢 一边听着雨声 一边看着这些热爱格斗的人训练 还是感觉不错的 罗塘近身左右摆圈打中 高扫加后直打中 罗塘的后直前摆 直接把朱莉击倒 虽然没有发力 但是刚才那个往前冲的劲 还是把朱莉给击倒了 爬起来继续战斗 虽然更比自己实力差很多的人打实战 那罗塘的这个手脑还是很高啊 他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是非常的好 这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 应该学习的精神和习惯 罗塘开始组合全的发力 他带了后腿 但是并没有用腿啊 同样一个动作又是个后直前摆把朱莉击倒 朱莉躺在擂台上也是身无可恋 爬起来是结束了今天的这个战斗啊 输给罗塘当然不丢人啊 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世界最顶尖的泰拳手打了一架 这次回日本啊 这个牛逼可以吹一辈子了 赛后他们也采访了罗塘 罗塘说他的这个钱啊 他的收入全部都给他老婆了 好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就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